刚刚听了沙大使讲的 沙大使沙民主长 也是我们的很好的朋友 他刚刚讲的 其实跟我今天这个题目 非常类似 起了一个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热身的作用 百年沧桑从东亚病夫到民族复兴 我们可以看见在 我们过去 你说过去民国时期 清朝时期外交人物 你看李鸿章外交人物 民国时期有很多很好的 所谓我们今天讲的外交人物 但是谁能达到沙大使这样 当联合国的副秘书长 而且在国际外交场合叱咤风雨 这跟新中国这个背景 跟中华民族复兴的背景 紧紧相连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 百年沧桑从东亚病夫到民族复兴 那题目非常大 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给大家做这样一个讲解 我们首先讲这句话 大家可以看到 有的年代注定要在历史中留下深刻的影痕 当然我说呢 这句话再反过去看 就是大多数年代在历史中是无声无息的 悄无声息过去 五年过去了 十年过去了 十五年 二十年过去了 但有的年代注定在历史中留下深刻的影痕 二零二零 二零二零 注定在我们个人的生命 城市的生命 国家的生命 和国家之间的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中留下深刻的影痕 二零二零 二零二零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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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一个轮回 一九零一年是什么呢 一九零一年八国联军寝占北京 我们讲庚子年 我们最后赔款了四亿五千万两百亿 这是很多人讲庚子年 一到庚子年就容易出问题 我们就其实主要是从一九零零年开始 一九零零年的八月三号 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 向北京攻击前进 八国联军的全部部队 日军八千 俄军四千八 英军三千 美军两千一 法军八百 奥地利军的五十八人 意大利军的五十三人 一九零零年八月三号 从天津向北京攻击出发 全部八国联军 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一人 十天之内攻陷北京 你看八国联军这个比例 这个兵力 京畿一带清军十五六万 义和团团民五六十万 八国联军有这点兵力 让人家十天之内攻陷北京 当然攻陷北京以后增兵了 占领河北 占领山西 占领山东的一部分 增兵到十万以上 但是当年攻陷北京的全部 八国联军 就这不到两万人 我们被迫签订 庚子条约 赔款十三个帝国主义国家 四亿五千万两百亿 因为最后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刚开始入侵 大家看 真正向北京打的七国 不是八国 还有七千德军在海上 来不及赶到 他们都等不及了 不等了七千德军了 就是七个国家的 一万八千多人 向北京攻击出发 把我们手入打起来 最后赔款了 四亿五千万两百亿 你看这是当年的中国 在这种环境下 你谈什么外交 你谈什么国防 一个国家一民 又谈什么安全 当年在北京的英国人 刘尔卡克讲了一话 这是中国向全世界 登出广告 这里有一个愿意付款 但不愿意战争的 富有的帝国 你看他对我们的概括 这里有一个愿意付款 但不愿意战争的 富有的帝国 你就成为全世界 最好打击的对象 你又有钱 你又不愿战争 就像我们有人讲 不是讲那段子吗 就是传的叫什么 钱多 人傻 素来 那当年中国就成为 愿意付款 但不愿意战争的 富有的帝国 你就成为全世界 最好的打击对象 给我们民族 制胜的影像 1900年 八国联军 勤战北京 庚子赔款 那现在到了2000年了 60年过去了 新冠疫情爆发肆虐全球 现在全球感染人数超过3000万 死亡人数 毕竟100万 你这种感染规模 我们都没料到 但是我们更没料到的是 什么呢 我们说 你看今天 历史简单的过去了 美国佛罗里达的 博曼律师团队 要求中国赔偿数十亿美元 用中国持有的 1.08万亿美元国债 抵消赔偿 英国执政的保守党 五名资深政客 要求中国赔偿 3510亿英镑 澳大利亚按人口计算 要求中国赔偿 5088亿人民币 印度要求中国赔偿 20万亿美元 埃及要求中国赔偿 10万亿美元 德国要求中国赔偿 1490亿欧元 以上六个国家 向中国索赔上百万亿美元 1900 2020 我说你看历史 惊人的相似 我们以为过去的 都已经过去了 你看到了危难时刻 到了紧要关头 这些国家 这些人的真面的暴露 今年4月17号的 华盛顿邮报刊登的 尼日利亚前教育部长 市航的前副航长 这位女士的文章 指责中国对疫情的处理 要求中国向非洲 要求中国向非洲赔偿 他提出中国至少取消借给非洲国家的 1400亿美元借款 你看我讲庚子年 我们不说如何 庚子年最能看出国家 个人的真面 你看这平常的温情默默的面纱 现在全没有了 全一副猙獰的嘴脸 你看美国的甩锅 特朗普的甩锅 达到了无理智的地步 仅仅于此吗 这么多国家要求中国索赔 非常值得我们思索 值得思考的并不是 这些人为什么热衷索赔 而是为什么特别热衷 向中国索赔 我跟华大基因的负责人 讲了一句话 几乎无人敢向美国索赔 他给我补充了一句 也几乎无人敢向俄罗斯索赔 为什么这些人 这么热衷向中国索赔 一方面 中国有多次赔偿的历史船 另一方面 我们也有隐忍为上 花钱消灾的现实思维 你还包括弥漫于 我们今天的社会讲的话 只要钱能摆平的事 都不是事 人民内部矛盾 用人民币来解决 花钱消灾 就这些思维习惯 这些行为方式 带给我们的绝不是福音 你在国际上 人家知道你的这种惯常思维 带给你的是灾难 我们为了和平 为了安宁 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只要打不起来就可以 只要不冲突就可以 就这种思维逻辑 给我们带来是灾难 这种精神状态 今天成为国外海关 街头特别喜欢打劫中国人 和今天要求中国赔上声音 几乎想见世界的重要原因 有他们的问题 也有我们的问题 我们从我们自身要作为检讨 所以在今年 推迟召开的两会 王毅外长讲得非常清楚 针对中国的这些烂诉 没有事实基础 没有法律依据 没有国际先例 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 想让我们赔一个钱 你不要想 我们是胜利者 你想让胜利者索赔 历史从无此利 而我们前一段 我们的反驳各国项目索赔 你看我们的网上还有社评 就是我们一定要距离力争 最后争取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我前面有在广州 给字节跳动讲课 因为那个网站就是字节跳动 我就问我这个社评是谁写的 最后争取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什么意思 少赔一点就可以接受吗 我们有人还讲了 面对国际 像我们广这种索赔 无理的索赔 我们要以事实为基础 以法律为准成 给他们打官司打到底 我觉得这话你还平常讲才没毛病 以事实为基础 以法律为准成 你真的相信法律那个准成吗 在国际上 美国恒星世界凭哪条法律 你真的以为他国际上能够以法律为准是 就这种精神状态 在今天这个严峻的斗争中 你无法适应 今天是个讲理的事件 你看中国为抗议做出最好的示范 遭到那么多人污蔑 要求索赔 我们中国人有的话 从皇帝跟我们聊下来的 我们文化 游离走遍天下 无理寸不难行 我说我们思细想下 我们凭我们道理 我们走哪去了 台湾海峡都没过去 越过台湾海峡不是凭道理 凭力量 没有力量就过不去 美国人走遍天下 凭什么 游离走遍天下吗 美国人凭他的11支航母编队 全球将近300个军事基地 走遍天下 不是凭着道理 不要期待国际以法力为准事 不要期待我们游离走遍天下 我们近代来这种惨重的教训 你说我们哪条失礼了 1840到1842 第一次鸭片战争 大英帝国就这点兵力 28条军舰 15000军队 我们隔让香港隔地赔款 开隔地赔款之先河 所以为什么特别热衷 喜欢向中国走遍 你看这个历史 1858到1860 第二次鸭片战争 英法联军25000 长驱直入北京 杀人放火 将圆明园复制一局 我们今天有好多人 要去恢复圆明园 原来的壮观的景象 花很多钱恢复 甚至还有提案 我说为什么要恢复它呢 就是残缘断壁留到这儿 让民族永远的伤痛 永远记录那一刻 我们把残缘断壁全部恢复成建筑 恢复圆明园的本贸 我们可以忘记它吗 1894家务战争 一支马关条约 各让辽东半导台湾 赔款两亿两百银 空前的各地赔款 然后1900更加空前 八国联军请入行北京 赔款四亿五千万两 我说你看这是近代的 我们就是这个状态 所以到今天人家回忆历史 不由自主地想到过去 近代来一败再败 一退再退 一忍再忍 澳门报纸原本评论 中国之装备 普天之下 为致软弱的 极不中用之五倍 其所行为之事 一如纸上说谎而已 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重 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你说你有七十万 人家一万八千八百一七一人 十天之间把你首都攻占 你兵力在哪呢 我们以为灾难都是大清王朝的 把大清王朝推翻了 民国建立了 民国灾难就结束了 九一八事变 关东军一万零九百 东北军二十万 三天丢掉沈阳 一周丢掉辽宁 两个多月 东三省全部沦陷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 日本华北驻屯军 全部兵力七千八 国民革命军 二九军十万 一个月华北沦陷 我们经常讲帝国主义惨无人道 杀人成性 我们很少检讨为什么自己衰弱致死 我们近代来的灾难 我觉得当然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凶残 另一方面是我们的软弱 你这种软弱最后导致什么呢 导致整个文明的崩塌 我们讲鸦片战争以来 中华文明一直在以西方文明苦苦抗争 随着国家几近灭亡 这一文明几乎断裂 中华文明几乎断裂 世界四大古文明 古埃及文明 古巴比伦文明 古印度文明 全部断裂 中华文明是近代来 就是整个人类文明史 唯一幸存的古文明 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皇帝 从炎皇 我们叫炎皇子 一直延续到今天 但近代几乎断裂 几乎被我们给玩完了 非常玄乎 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诞生 是中华文明在政治上摆脱了推势 他们以为三权鼎立 都是西方特有的 什么自由民主 都是西方特有的 谁也没想到 一种中华文明 能够建立自己独立的一种政治架构 区别于西方任何架构的 中华文明建立的 我们独立的政治架构 就是今天中国共产党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这种领导架构 你包括我们有力的抗击了疫情 你看美国人福山 美国人福山 这是他的名著 历史的终结 1989年伯伦强倒塌 1991年苏联解体 福山写了本书 使他响意全球 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 社会主义阵营全球解体 人类历史终结在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 终止了 没什么了 这是人类的终极制度 结果2008年金融危机 福山觉得自己利润过早 华尔街的贪婪 自由资本主义的贪婪 导致金融危机 花光自己国家子孙的钱 在花光别的国家人的子孙前 通过大量的金融衍生品的运算 把人钱全花光 全挡光 资本主义就这样吗 福山感到犹豫了 2020年全球疫情蔓延 如果仅仅今年疫情发生在中国 我不知道别人要把中国骂成什么样子 结果今年好 全球爆发 欧洲 美国 加拿大 俄罗斯 印度 巴西 非洲 谁也跑不了 所有制度在疫情面前的严格的检验 福山 哑口无言 福山讲 决定应对疫情表现的关键因素 并不是政治体制的类型 极权或民主 而是该政府的能力 以及更为重要的是 对政府的信任 他发现 中国政府的能力 和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在中国的抗议中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和 不仅美国 西方国家 能力的低下 和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导致抗议的失效 福山说 比起政治体制的类型 最终起决定作用的 是民众是否相信他们的领袖 以及 这些领袖执掌的 是不是一个有能力有效率的政府 福山看出来了 所谓民主 所谓极权 不是目的 它是手段 目的是什么 都是完成 为了完成有效的治理 结果 他发现中国的政府 这是有效的治理 这是我们什么 新中国的建立 是中华文明 在政治上 摆脱了败事 摆脱了这种推势 我们也能独立的建立一种 完备的 独立于西方 其他政治架构的 政治架构 1950年 跨国鸭绿江 是中华文明 在军事上摆脱了败事 今天是9月23号 10月19号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跨国鸭绿江 整整70周年 10月25号 中央要大规模的庆祝纪念 我说 我们讲庚子年 讲1900 八国联军 请战北京 2000 新冠疫情 四月全球 正好终点 1950 志愿军跨国鸭绿江 就在1900到2020 这样一个中心点 志愿军跨国鸭绿江 我讲 中国真正融入世界 不是2001加入世贸 而是1950跨国鸭绿江 我们正式融入世界 我们跨国鸭绿江 谁相信中国 新中国 就是 不讲新中国 旧中国 对西方的眼里 谁相信中国人 敢跨国鸭绿江 你看你们918事变 发生在哪里 沈阳城 你再看看七一事变 北平城南部的晚平城 都是在中国的核心地带 发生事变 我们 卢沟桥还是抗日战争纪念馆 我说纪念馆的 那个地方 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七十大陆 中日全面战争 竟然在卢沟桥爆发 我说大家想过没有 我们怎么一忍再忍 一退再退 到这个地步的 鬼子都在我们抗头上 住了多少年了 最后在卢沟桥跟你翻脸 打起来 你怎么回事 所以西方看中国人就是这样 不相信我们的跨布亚鲁家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讲 如果事业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 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 中国人天生的态度是宽容和友好 以礼相待 并希望得到回报 能不打就不打 能躲就躲 能闪就闪 能喝就喝 能混就混 这是西方对中国人的印象 一说到战争 赶紧往后撤 所以 美军司令 联合国军司令麦卡瑟 信心满满 当时美国空中侦察发现了 我们在东北 东北边方军三十万集结 有可能要入朝 美国总统杜鲁门非常担心 就问麦卡瑟 中国人要干预了怎么办 麦卡瑟信心满满 麦卡瑟讲 联军赶恩节前消灭敌军 第八集团军圣诞节前撤回日本 把他们全部打败 圣诞节前结束一切攻势 如果赤色中国真的愚蠢的出兵 是在为他们创造回到实习时代的机会 多狂啊 太狂啊 麦卡瑟我看今天跟特朗普也有一批 都是这种狂言无忌 要让我们回到实习时代 你看多么狂啊 从这个意义上说 跨过鸭布江 不仅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不仅是维护朝鲜北方政权之战 也是对东方人的重新定义 必须用西方懂得的行为方式 展现自己的精神意志 才能在强者如临的国家棋子中 安然入座 不要以为仅仅腰包里揣满了钱 人就就把你当作世界第二 你如果不能用对方懂得的行为相识 方式展现我们的实力 我们在世界民族之灵 你难以获得自己的议席之力 这是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 你再看我们今天 我们学界 有多少人在诋毁抗美援朝 出兵错了 不及时接受联合国停戴协定错了 因战俘拖延签订合约错了 一错再错 他们忘记了 美军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讲的 朝鲜战争 如果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 就会把我们卷入在一个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 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这是美国人说的 我们今天有人说 我们都错了 我说你知道前人给我们的奠基吗 你连这个基础都没有 你将来凭什么 就凭你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学者 你迎合西方的价值观 然后你能有效地完成中华民族的传承 历史文化的传承 根本无此可能 当年谁相信我们会出兵 我们要求美军不能过线 1950年9月15号美军人船登陆 当时周恩来总理10月3号 明确发出信息 韩军过线我们不管 美军过线我们要管 我们当时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 周恩来总理10月3号凌晨 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嘉 我们把消息告诉潘尼嘉 让潘尼嘉把消息传到英国 再把消息传到美国 潘尼嘉知道事关重大 把消息传过去了 为什么凌晨把印度驻华大使 从床上拉起来 到外交部紧急约见 因为10月2号晚上 政治局做了出兵的决定 10月3号 是避免以美国人冲突的 最后一线机会 我们真的不想跟他打 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 百废待新 我们军队长期作战急需休整 我们不想这种卷入战争 只要你不过线就可以 美国人太狂了 潘尼嘉知道事关重大 迅速把消息传过去了 因为10月4号 美国国委员正式回复 不要低估美国的决心 说你中国人在吓唬我 美国国委员决心从哪来的 从麦克阿瑟那来的 麦克阿瑟给美国执政当局讲句 不要相信中国人的话 你看看他们近代以来 那个糟糕透顶的历史 他们没打上过一场仗 他们现在吓唬我们 中国人最会嘘声恫吓 因为中国人崇尚了谋略大师 中国人最崇尚了兵学态头 谋略大师诸葛亮 诸葛亮最杰出的杰作就是空城记 城内没有一兵一组把对手吓跑了 中国人最擅长玩这一套 结果他们信心满满 以为我们不会处于 所以10月8号 10月7号 不是麦克阿瑟下令 是杜鲁门下令 美军越国三八线直不平壤 所以10月8号 毛泽东下令 卓中国人民志愿局 迅计向朝远境内出动 中美两军朝远半岛迎头相撞 我们后来跟美国人会谈反复讲问题 不是我们想和你打 是你逼得我们不得不跟你打 我们一忍再忍 一次警告再次警告 你们志愿往温 非往上走 逼得我们最后不得不跟你们打 美国人最后不承认了 说是呢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你们信息传递不清 你们说要管 这个管什么意思 我们不明白 你们应该明确的说 我们过三八线 你们要出兵 这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考虑出不出兵了 你们这个管 我们不明白什么意思 美国人不明白吗 揣着明白装糊涂 九月三十号 戴总参谋长聂荣珍 已经发表声明了 美军过线 中国绝不会支支不离 他不是真的不明白 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他是觉得你们中国人 你们历史上从来没管过什么事 从来没管成过什么事 你今天凭什么管 你说我们凭什么管 我们今天就管了 把半岛事管成了 他就知道 中国人有管事的能力了 中国人管事能力从哪里来的 就从美国 今天美国首都特区 华盛顿 华盛顿特区的 他所谓韩战纪念 韩战纪念碑 这儿来的 他整个超越战争的 他的背包上写的 美军阵亡了 五万四千二百四十六 受伤了十万多人 十万零两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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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万零两千二百八十四人 然后被俘 七千多人 然后失踪 一直没找着 八千多人 这是我们管事的根本 这是我们的前辈 志愿军 给我们留下的基础 我们志愿军 与重大牺牲 为中华民族 真正站起来 博取的地位 所以为什么日本 京都大学的教授讲 毛泽东 你们的毛泽东 1949年讲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他说美国人都不相信 看看你们糟糕透顶的 那部中国现代史 近代史 毛泽东一句话就站起来了 他说谁相信呢 1950年 你们出兵朝鲜 把我吓了一跳 你们不但出兵朝鲜 而且竟然把美国人 从北面压到南面去了 我这才觉得 中国人真的不一样 看来毛泽东讲的话 有些道理 我们中国人凭什么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灵 哪怕毛泽东的语言 他们都不相信 凭志愿军 坚决的行动 这种英勇完强的战斗 和巨大的细续 你看现在这些书写 美国抗日战争 就是朝鲜战争史的 约翰托兰 他写志愿军 他们展现了人类战争史上 最不可思议的勇气和意志力 数十万官兵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中 徒步跋涉血缘冰壳 穿过弹幕火海 浑身挂满冰铃 还在顽强冲锋 一副多么好的画面感 你看我们这些前辈 亚德山大贝文就写 没有空军和坦克 没有重型火炮 饿着肚子的中国军人 让美国军队遭受了其历史上最远的一次撤退 沃尔特和尔姆斯写 从中国人在整个朝元战争期间 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之中 美国及其盟国再清楚不过的看出 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 他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 你要看见这些美国 你的根本在哪里 我们用西方懂得的方式 展现我们的意志和决心 你才能真正得到对方的尊重 我1997年在美国国王大学学习 国王大学呢 他不开晚餐 只有中餐 每天晚上 美国国王大学一个富特大面包 送我们两个学习的中国军官 到华盛顿的包林空军基地就餐 包林空军基地 陆军海军空军陆战队各色人等 一看来了两个中国军官 哎呀跟你吃饭合影照相 刚开始你觉得美国人很好客 时间长了 你才明白 就是因为交过手 揍过战 他对你特别不理解 他知道他觉得中国军队 装备特别差 作战特别猛